你是否了解菜人的悲惨命运 他们像牲畜一样被贩卖 尸体被切割出售作为食物 而且深受欢迎 供不应求 那些可怕而残忍的人肉屠夫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无助 对于一直重视民以食为天的中华民族来说 人民的温饱问题始终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 除了历朝历代因自然灾害如山洪 海啸而引发的灾难外 饥荒一直是最严重的问题 饥荒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洪水 干旱 也可能是蝗虫肆虐 历朝历代发生过无数次饥荒灾害 例如1942年河南饥荒导致的受灾人口高达3000多万 直到今天许多幸存者仍然心有一计 相比现代粮食产业相对发达的情况 古代发生饥荒时 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怎样的对策呢 据说在古代还有一种被称为菜人的食物 价格比普通猪肉和鸡肉都便宜 那么这种食物是由什么制成的 是肉还是蔬菜 而现代为何完全没有了这种食物 菜人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 这是华夏历史上最血腥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在明朝末期正值百年一遇的灾难 而此时崇祯皇帝困扰于长达十多年的灾荒 国家面临着灭亡的威胁 干旱 蝗虫肆虐 饥荒无处不在 成千上万的难民挨饿已经快要发疯了 他们用树枝和杂草冲击 甚至将石块墨碎与沙子混合填饱肚子 在那个时刻 那些濒临饿死的难民已经不再是他们为同胞 而是把他们当作活着的食物 那些刚刚死去的人的尸体 甚至没有得到合适的安葬 就被人盯上 食用掉 然而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在明末时期 发生了长达七年的旱灾 导致23个省份受灾 蝗虫在南北各地死虐 饿瓢遍野 许多地方已经没有食物 可供人们食用 人们不得不采取了相互食用的极端措施 当时 商人周坤在河北景城村亲眼目睹了一幕 令人震惊的人吃人场景 他在途中休息时进入一家酒馆 由于他的出身和打扮显得高贵 店主明白他不是普通人 便声称肉刚刚卖完 然后拉着两个女子进入厨房 很快 传来厨房里不断的惨叫声 周坤立刻意识到发生的事情 急忙喊停店主 但为时已晚 其中一个女人的手臂已经被剁下 面对着血腥的场景 周坤忍不住说道 你开个价吧 我买下的 别再伤害他了 然而 店主却回答说 可观 如今这个时局 有钱也未必能买到粮食 周坤听后深感悲伤 他虽不能成为善人 但内心的善良让他无法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置之不利 他花了一大笔钱赎回了这个女人 他幸运地获救了 然而 在那个环境下 周坤又能救下多少像他一样贫困的姑娘呢 一个国家的基石在于其根基 根据历史记载 在古代经常会发生难民神秘失踪的现象 城市的偏僻角落 常常会有未被烧毁的尸骨和吃人的尸体的发现 尤其令人恐惧的是 在明末时期 存在一个被称为人肉集市的地方 那里出售这些恐怖的商品的人被称为菜人 他们的地位与生畜相当 有些人甚至根据食物的味道 来区分不同种类的食物 市面上出售的菜人 涉及男女老少 甚至按照不同的味道和制作方法 进行细致研究 在这个集市中 妇女和孩子的地位最为重要 在这里 失去孩子反而被称为祸骨烂 也为他们的骨头可以一起被熬煮 他们已经不再被视为人类的传承者 而被称为不限羊 也为他们的肉嫩度不亚于最好的羊肉 此外 他们还被戏称为饶把火 也为他们的肉很薄 需要用柴火再炖一段时间 在这个地方 男性是最不受欢迎的 他们的汗水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在一些古老的典籍中 这些人类被按照食用方式进行分类 首先按照外形食用 然后是头部 接着是四肢 他们与猪蹄和牛角一同食用 他们的骨头被称为炒豆子 大腿被称为面粉 从内到外 他们被彻底利用 你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吗 常言道 虎毒不食子 在古老的菜人集市上 许多人都是被自己的父母 配偶或子女出卖的 这些人舍不得伤害自己的亲人 所以他们拿出自己的孩子来交换食物 有些人甚至将自己视为食物 用来养活自己的家人 人类被分为不同的层次 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易和食用 这就是古老的菜人 在清朝雍正年间发生了两年大灾害 一年是严重的旱灾 导致超过390万人死于饥饿 另一年则是严重的水灾 导致超过460万人死于饥饿 数百万人死于饥荒 这说明当时真的没有任何可以冲击的东西 历史记载了当时的菜人情况 刚开始时 人们只是互相分食刚刚死去的人 当抑护者无法满足需求时 开始出售自己的孩子 配偶甚至自己 人类变成了像牛羊一样 可以任意屠杀的食品商品 有人可能会问 如果没有粮食 为什么不能食用其他东西来填饱肚子呢 比如树皮 草根 甚至棉花 高龄土 那些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人 肯定没有亲身尝试过上述食物 否则他们就会知道答案了 在灾年中 当粮食短缺时 人们首先会食用树皮和草根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鱼树皮 而其他树皮通常带有毒性 摄入过量会导致中毒甚至死亡 对于鱼树皮的食用方式 也有一定的讲究 首先要将其晾干 然后去掉外层老皮 剩下的部分磨成粉末 用作填充食物的替代品 可以制成粉条或蒸熟食用 尽管不容易消化 食用鱼树皮 只是过渡阶段的第一步 随后人们会转向 更加难以接受的食物 如豆结 玉米结 再之后 他们会吃掉棉衣里的棉絮 甚至是衣服上的皮革 最终 当所有可食用的东西都被耗尽时 只能求助于观音土高龄土 观音土是一种真正的土壤 学名为高龄土 晾干后可以用来制作磁剂 观音土之所以被视为白面的替代品 是因为它确实可以部分食用 不过 直接食用观音土很难咽下 有些人会混入一些淀粉 制成口感烧好的土膜 尽管土膜很难消化 但它可以给人一种饱腹感 对于那些不得不采取任何食物 填饱肚子的人来说 好坏并不是最重要的 然而人们发现吃观音土会导致身体浮肿 大量摄入则会导致腹部肿胀如石头 最终导致窒息而死 在饥荒和绝望的面前 人们走投无路 开始出售自己的孩子 开始牺牲自己的身体 开始以一子而食 导得崩溃到了极点 于是菜人极是应远而生 甚至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一旦成为菜人 就像猪 狗 牛 羊 等动物一样 他们将被宰杀 烹煮 最终被人们分饰 然而 即使是菜人这种价值低于猪狗的存在 也并非人人都能胜任 哪些人才有资格成为菜人 被放在货架上呢 最受欢迎的菜人是小孩 他们的肉嫩且异于烹饪 因此被称为货骨烂 其次是年轻女子 他们的皮肉嫩滑 没有意味比羊肉还美味 因此被称为不羡羊 而最低等的菜人则是男人 也为他们的皮肤粗糙 肉之后带有浓重的意味 人们嫌弃烹煮他们会浪费火资源 所以称他们为老挖火 也许你没想到 人肉居然也能成为挑食的对象 正是因为有了菜人的分级 一等和二等的女性和孩子 常常被送进军营 作为军粮 放在火上烤着吃 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百姓 只能吃到最低等的男性 那么菜人是如何被变卖的呢 说出来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被活活之解 就像猪狗一样 买家需要哪块肉 就现场切割哪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活体之解的目的 竟然是为了保持肉质的新鲜美味 诗人屈大军在明末清初 目睹了这一切 他以计时体诗的形式 创作了菜人爱 详细描写了菜人的悲惨命运 可谓惨绝人寰 总而言之 菜人的出现可能是由于战争 饥荒 甚至还可能涉及宗教 祭祀和变态等原因 当饥饿引发的生存欲望 战胜了伦理道德 这个悲惨的世界 似乎也变得理所当然 无数人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碾压 无论多么悲惨 也无法唤起丝毫的同情和怜悯 菜人只是这个悲惨世界的一个差距 只会在适当时候被拿出来回味一番 毫无意义的留存于记忆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